中文字幕——YK 今天晚上我们要一同学习分享的是 主耶稣行超越死亡的神迹 在主耶稣行这个超越死亡神迹之前 已经先行了三个神迹 那之前我们所学习的三个神迹 跟现在这个神迹是有连贯的 还记得前面那个三个神迹吗 第一个神迹 当主耶稣叫门徒渡到对岸各拉生的时候 那撒旦呢就在路途上 在半路上来拦截耶稣 撒旦要将船弄沉 把主耶稣跟门徒都沉在海底 那主耶稣就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 行了平静风和海的神迹 这是一个超越自然界的神迹 主耶稣是宇宙的主宰 跟着主耶稣到了各拉生这地方的时候 正经记录群鬼啊 整群的鬼 对着主耶稣迎面而来 冲着主耶稣来 到主耶稣的面前 那群鬼是非常的凶恶 这时候主耶稣又行了第二个神迹 就是战胜群鬼群魔的神迹 圣经记载 那有许多人就解释 有两千只鬼 最少有两千只鬼 传道提出 你有规定一只猪一只鬼吗 圣经有说一只猪一只鬼吗 他可以附在几千只鬼 可以附在一个人身上 他不能够几百只 附在一只猪身上 所以这是个很多很多的 鬼自己都说 我的名字叫做很多很多 那这是什么神迹呢 这是一个超越阴间前柄的神迹 那主耶稣跟着 又行第三个神迹 就是主耶稣从哥拉森 这个地方坐船回来的时候 那么在岸上呢 有许多人在等他 就是今天我们会看到的 埃鲁 这个埃鲁 他在等耶稣 求耶稣救他的女儿 当主耶稣答应他 去他家的时候 结果在路上呢 无意中 无意间 他医治了一个犯十二年 十二年血肉病的这个女人 这个神迹 我称他为 停止生命的流逝 主耶稣行了一个 停止生命流逝的神迹 那这个神迹 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神迹 不管是几多年 十多年 还是三十几年 都超越时间的限制 那这三个神迹 我们上两个礼拜前 都已经分享过的 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 主耶稣所行的 第四个神迹 也是一个超越的神迹 超越什么呢 今天这个神迹 叫做超越死亡的神迹 我们看马可福音书的第五章 我们先读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we read from verse 21 to 24 Mark chapter 5 verse 21 now when Jesus had crossed over again by boat to the other side a great multitude gathered to him and he was by the sea 22 and behold one of the rulers of the synagogue came Jairus by name and when he saw him he fell at his feet 23 and begged him earnestly saying my little daughter lies at the point of death come and lay your hands on her that she may be healed and she will live verse 24 so Jesus went with him and a great multitude followed him and thronged him so here it tells us that when Jesus agreed with Jairus to go over to his house to heal the doctor verse 25 to verse 34 verse 25 to verse 34 tells us of another miracle that happened which is the healing of this woman with a floor of blood for 12 years 然后呢 从35节到42节 主耶稣又继续这个神迹的过程 神迹的这件事 那在这个神迹当中啊 我们来看 里面到底有多少种人在里面 第一种 就是等候主耶稣的人 在21节里面 那艾鲁呢 这个女儿 这个女儿的父亲 这病重女儿的父亲 叫做艾鲁 他在等耶稣 这里没有讲他等耶稣 但是在路加福音书第8章 40节说 那些人都在那边 在岸上等耶稣回来 所以第一种人叫做 等候主耶稣的人 等候主耶稣的人 第二种人叫做 求告主的人 好像这个艾鲁 就在主的面前求告耶稣 第三种人叫做 跟随主的人 那24节 有许多人跟随他 第四种人叫做 快要死的人 因为23节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原来她的女儿 是一个快要死的人 那第五种人是什么人呢 第五种叫做 报告坏消息的人 35节 第六种人 就是在那边乱让 乱叫 乱哭泣的人 38节 他们遇到一些事情 就只能够在叫 只能够在乱 只能够在哭 叫做乱喊 乱叫 在乱哭的人 那第七种人是什么人呢 40节 这里是知笑耶稣的人 事实节说他们就笑耶稣 叫做知笑耶稣的人 那第八种人 是被主耶稣赶出去的人 被耶稣念出去的人 第四十节 他们做了什么事 被主耶稣赶出去 被主耶稣赶出去 是件严重的事情 那第九个是什么人呢 就是默默无声音的人 这里很多人都有在讲话 特别是那些乱喊乱叫 在哭的人 更加很大声的人 可是同时 在这么多人当中 我发现到 有一种人是默默无声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的 他虽然没有发出声音 但是他确确实实的存在的 就在现场的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就是这个女儿的母亲 因为圣经有说 主耶稣带着他的父母 他的父亲是埃鲁 那他的母亲也在 耶稣带着他的父母 他的妈妈一起进去 我们在这里看不到 他母亲的一句话的 他除了是个默默无声的人 他更是一个承受着 极大痛苦的妈妈 他最痛苦的就是他 因为那个是他的女儿来的 那其他在乱在喊在叫的 都不是他最亲的人来的 可是最痛苦的人 反而是最安静的 是默默地承受痛苦 这是叫做第九种人 默默承受痛苦的人 那第十种人是什么人呢 第十种人我们看到 就是死人 有吗 这里有死人吗 有啊 因为三十五节说 有人来报告说 你的女儿死了 那就是死人 有一个死人 那第十一种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得护活生命的人 得主耶稣恩典 得主耶稣医治的人 最重要的他的重点是 得护活生命的人 得生命的人 其实在这个十一种人当中啊 我们可以讲一篇道理 两篇道理啦 单单这些人物就可以讲 讲一两篇道理 因为这十一种人里面啊 有很多有时就是 我们自己也会在里面 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两种人 在里面 Amongst these eleven type of people perhaps we can be like one or two types of people there 所以从这个神迹 还没有讲之前 传道先让大家认识 里面有多少种人在里面 那我们是那几种人啊 So before I begin I have already introduced to you what ar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and which type of people do we belong to 我们回到马可福音书的第五章 we go back to Mark Gospel of Mark chapter 5 那就是二十一节那边 we turn to verse 21 那二十二节 verse 22 这个埃鲁哦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埃鲁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and what kind of person is this Jerus 我们从这里看到呢 他是一个很爱慕神的人 from here we can see that he was one who loved God 我们怎么知道呢 你看他的工作 他的职业在做什么 we look at his occupation what was he doing 这里说 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 here it tells us that he is a ruler of the synagogue 那么他宁可 在神的殿中看门啊 he was willing to be the keeper of the gate 在神的殿中 再来富士神 来工作 he was willing to work in the temple of God 一个不爱神的人 是不会选择这样工作的 这种工作的 a person who does not love God will not choose this kind of work 这个是应愿这个诗篇 八十四篇第十节说的 this is to fulfill the words in Psalms 84 verse 10 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 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幕里面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dwell in the temple of God than to dwell in the den of thieves 为什么会这样呢 why is it so 因为他们心中爱神 because in their heart they love God 老实说 恶人的帐幕是很享受的 很多节目的 很快乐的 很多很快乐的节目的 sorry to dwell in the tents of wickedness and these tents of wickedness there are many programs there there's much entertainness 但是他们宁愿不要 but they were willing to forego all this 他们宁愿在神的家里面 看门啊 they were willing to be doorkeeper in the house of God 过一个清淡简单的生活 清新的生活 to lead a simple life 那这样不是爱神是什么呢 if this is not loving God then what is this 那四篇又 八十四篇又这样说 and Psalms 84 also tells us 在你的院中 住一日啊 甚至在别的地方 住千日啊 it is better to dwell in your house for a day than to dwell elsewhere for a thousand years 这个馆会堂的埃鲁 啊 是 他的信仰状况 就是这样 and this is the kind of condition of faith of this Jairus 那第二个 他是个怎样的人呢 Secondly what kind of a person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 他是一个等候耶稣的人 we have mentioned just now that he was one who waited for the Lord 你有时间你自己去看 路加福音书 八章四十节 他们都在等候耶稣 if you have time you can read Luke chapter 8 verse 40 they were all waiting for Jesus at the shore 那大家都在等 他也在等 everyone was waiting including him 可是他比任何人的心 都急啊 比任何人的心 更紧张啊 but his heart was far more anxious than anybody else there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他的女儿就快要死了 不只是生病 而是快死了 because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his daughter was at the point of death 所以有哪一个 做父亲的 看到自己的女儿 要死了 不紧张的呢 心不急的呢 is there any father who looking at the daughter when she's at the point of death they are not anxious at all 他从家里 跑到海边 海岸上等耶稣 就是希望 等到耶稣来救赎啊 he ran from his house to the shore to wait for Jesus in order for Jesus to save his daughter 所以在这么多人 在等当中 我看到 他也在等 但是我看到 他的心是比任何人 都着急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 他仍然是这样 耐心的 很安静的 等候 等下去 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的心急啊 我们就很多 讲很多话 很多的动作 甚至是很爆炒 心急的人 紧张热人 你要他安静 要他忍耐 那是不容易的功课来的呀 再来 他是个怎样的人呢 第三点 他是一个求告主的人 22节 他说 他就 他就来 22节就说 他来见耶稣 有没有 他来见耶稣 那他怎样来求告主呢 他亲自来到主的面前 他不是派代表来 也不是叫家里的仆人来 是亲自来到主的面前 这一点我们要学习 今天我们家里有事情 或者我们本身有事情 我们都没有亲自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打一封电话 给教会 说 请教会替我祷告 有时 传上那个 什么 LINE那边 传上那个 那个手机那边 代祷 就这样而已哦 没有亲自来到教会的 没有亲自到主的面前 是没有的 那大家在电话中 就传来传去 传来传去 替他担心 替他祷告 当然那个不能够来的 那没办法 我是说 在平时 自由可以来教会的时候 也没有来的 就是派代表 一封电话 一个报告而已 I'm referring to those people who are able to come but they do not come and they only send their representative 其实艾鲁也可以派家里的人来啊 可以派代表来啊 actually in Jairus' case he can also send his representative 他有很多理由 他来不到 他很多理由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at he cannot come 我女儿就要死了 我怎么样走 我走不开啊 my daughter is at the point of death I am not able to leave her 我没有办法 我就没有机会再看到她了 if I want to leave her then I may not be able to see her again 如果她不来 她有更多的理由 可以不来 不情致来 in fact if he does not come then he has more reasons 今天你不来到主的面前求告 请问你严重到这种地步吗 你怕神的事情 有它这么严重吗 那么他的女儿 这么严重快死了 他还是亲自来 这是他求告主的第一个 很真诚的态度 第二个态度就是 俯复在主耶稣的脚前 俯复在主耶稣的面前 跟俯在主耶稣的脚前 是有差别的 这是非常谦卑的恳求 谁会负在一个人的脚前 来求呢 最多就是 亏在你的前面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是真正谦卑的求主 真正谦卑的态度 那再来 第三个 这个 祷告的态度 那他的祷告是 非常恳切地求主 非常拨切地求主 我们怎么知道呢 23节说 他再三地求主 再三就是不断地在求 求不断地在求 那第四个 祷告的态度 他的祷告是 只要你按手 祷告 按手在他之后 他一定会好 他相信主耶稣的能力 可以医好他你的 这个是他 祷告求主的几个 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第一 亲自到主的面前 第二 服务在主的面 脚前 那就是谦卑 第三 恳切地求 第四 出以信心地求 那第五是什么呢 他还有第五个 祷告的榜样 他来祈求主 祷告主 他是完全 为了你而 为了儿女 来祈求主的 不是为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种种好处 来求主 不是为自己 这个做父亲 是为他的儿女们 来祷告 今天我们也常常在祷告 常常在祈求主 祈求主 让生意 让工作顺利 让生意顺利 祷告很多事情就对了 但有几个父亲 母亲 母亲 真正地在为自己的儿女 的生命在祷告 儿女的生命 那就是灵魂生命 主啊 我的儿女 我的孩子们要死了 她的灵灵就要死了 她的信仰就要死了 主啊 求你救她呀 而且他的内容 就是为他的女儿 祷告的 他女儿就快死了 今天我们的孩子 我们教会的信徒 一些孩子 不是灵命快要死了吗 你没有看到吗 你没发现到吗 有些人已经不能够躺在 躺住不能动了 不能够来教会了的 已经很多年 没有来教会了的 他不是生病啊 他的灵魂生命 几乎要灭亡了 几乎要死了 主啊 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 这个就是主耶稣说的 你们不要为我哭 你要为你们的儿女 为自己的儿女来哭 来祷告 来祈求 这是 五种祷告的 这种我们要学习的 那结果这五种祷告的态度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24节感动了主耶稣 主耶稣很满意 主耶稣也因为 他这种五种祷告的榜样 主耶稣得到荣耀 主耶稣就很高兴 所以24节 耶稣就和他同去 他的祷告成功了 他的祷告感动了耶稣 他的祷告死到主耶稣 不能不答应开 那当然是很高兴的事 但是 在充满希望中 在高兴当中 突然间起了变化 25节 因为在回家的路途上 有许多人拥挤 对不起 24节 24节 sorry verse 24 因为太多人拥挤 所以耽误了 那种回家的那种时间 因为太多人拥挤 所以耽误了 已经够单元了 又加上25节 那个犯血肉病理人的事情 所以 又单元了更多的时间 我所以想 这个挨乳的心 她一定是非常紧张的 非常紧张的 孩子就快死了 真的要死了 真的 这个时刻 那个心 是在跟时间赛跑的 如果我们要将心比心 我们用 如果这种情形 是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在我们家里面 你怎么样 好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在充满希望中 突然起了变化 突然又有一些的阻挡 这也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 也不能够很难去解决的 那么就在说话的时候 35节 前面35节 主耶稣正在向众人说话 或者也是在跟那个得救的妇女说话 在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报告消息 那个消息是对埃罗来讲打击很大 这个人说 你的女儿死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坏消息 本来充满着希望的 现在希望成了绝望 本来主耶稣答应医治的 现在这种喜乐 这种答应 变成了一种痛苦 本来主耶稣已经答应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在我们认为 没有问题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突然间 一发不可收拾 问题进入到更加严重 甚至是 没有希望了 在你的人生中 在我们的人生中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就是从希望变成绝望 我们来看这个报告消息的人 有些人说他不应该这样讲 不应该报坏消息 我也不太赞成这样的讲话 因为他就是从家以来 就是要报告消息的呀 要告诉 要告诉埃鲁的 你的女儿死了 这个就是他带着 这个消息来的 他本来就是要来报告 这种消息的呀 所以并不是说 你不可以报告坏消息 你只能够报告好消息 不是这样的 你当然可以报告坏消息 因为这个事实 也应该让你知道的 但问题在哪里呢 问你他报告坏消息就好了 为什么他还要大嘴巴呢 还要讲那些 没有造就的话呢 你报告消息就好了嘛 但你为什么加上一句说 何必劳动先生呢 也许你觉得这句话 没有什么 但是对当事人来讲 对埃鲁来讲 这句话好像一个炸弹 一个让他很受伤 很受伤的炸弹 像一把刀 很利的剑 刺住他的心里面去 他的意思是说 不用再求主耶稣了啦 你求他也没有用的啦 人都死了 你还求什么呢 人都死了 你还信什么呢 你还祷告什么呢 这句话的杀伤力 是很可怕很强的 特别是当一个人 已经痛苦的时候 又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 加上你这样讲 意思是说 不用求了咯 不用祷告了咯 不用再信了咯 因为你信也没有用的呀 他本来就已经软弱了 多少人因为你讲这句话 让他更加软弱 他本来的信心 就已经慢慢消失了 加上你这一句话 他已经完全消失了 本来有些人都想离开主啦 你这样讲下去 他完全离开主啦 直接就离开主啦 你可以报告坏消息 但为什么你要讲 那些没有造就的话 你为什么要讲 那些没有信心的话 其实不用讲的 爱鲁要不要求耶稣 爱鲁比你更清楚 要不要再祷告 他比你更知道 他比你更清楚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报告坏消息的人 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提出教训啦 他是一个报告坏消息的人 那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人是乌鸦 是有一把乌鸦嘴 就是这个人 从他身上 从他嘴上 你听不到好事情的啦 都是坏事情的啦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乌鸦嘴 因为传统就是这样传说的 乌鸦叫 在你的家里面 一直叫 对着你叫 你家里就会有死人 他意思说 就是很不激励的啦 你就是乌鸦嘴嘛 第二 他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 因为他说话 加油添醋 他讲你而死了就好了嘛 你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呢 加油添醋的人 说话在人家的伤口上 好像杀缘 你讲的话 好像在人家痛苦的伤疤上 再放一些言下去 叫听见的人 已经受伤了 更加的受伤 再加上流血 他就是一个这样 搬弄是非的人 第三 他是一个不信主耶稣 有能力的人 所以他才说 不用叫耶稣了啦 那我们来反省一下下 我们是这样的人吗 那请注意 有一些人 虽然信耶稣 但不一定信耶稣有能力 你看今天很多人信耶稣 但是对耶稣没有信心的呀 也不信耶稣 有这种能力 让死人复活的呀 可是他是信耶稣的 第一个你不信耶稣 第二你信耶稣 但是你不信耶稣 有这种能力 那连个讲起来 你就是没有信耶稣 我们自我欺骗 我信耶稣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反应 耶稣的反应 36节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广会常常说 不要怕 只要信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听我们说话 所以你注意哦 你讲话要小心哦 主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我们在说什么 在吵架的时候 你说什么 在生气的时候 你说什么 在斗争的时候 在斗争 在争财产的时候 你说什么 你探心的时候 你说你骄傲的时候 你在说什么 这叫做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在圣经 先知也有这样讲 神在听我们说话 所以你要小心哦 因为不是没有人在听 是神在听 那觉住听到他讲的话 觉住马上安慰 马上鼓励 主耶稣第一句话 就叫他 你不要怕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 埃鲁现在是最怕的时刻 很害怕的时刻 所以主耶稣叫他 你不用怕 当主耶稣叫你 不要怕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 要帮助你的时候 因为我就是很怕 你叫我不要怕 我怎么不怕呢 所以当主耶稣叫你 不要我们不要怕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要帮助我们的时候 第二你只要信 因为他的信心 已经开始失去了 特别是被这个 大嘴巴的人 摇动的 所以主耶稣告诉他 鼓励他 你之前的信心在哪里 你之前能求我 叫我按手 倒快 都信心在哪里 你说他会好的 你要信下去 你要信到底 所以说你只要信 继续地信下去 不要动摇 不要放弃 这个才是鼓励的话 这样才是能够 让人家有希望 所以检讨一下 我们平时在讲话的情形 那个大嘴巴 他说 不用了 不用求了 不用信了 但是主耶稣说 信 你要信 信下去 信到底 请问这时候 你要听谁的话 那个人对你说 不用信了 继续说 你要信到底 你要做一个选择 跟着主耶稣就 马上行动 37节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 跟约翰同去 那就是主耶稣 常常带他们去 试习 去受顺炼 去试习 然后呢 不许别人 不许别人 跟随他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人 都是看热闹的人 我们说 诚事不足 败事有余 做圣工 行神祭 是要找有信心的人 是要找能够配合我们的人 不然会反效果的 一大部分人跟着 都是没有信心的 都是在那边 讥笑的 你带这些人去 看着闹的人 去做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 救灵魂 救生命的神迹来的 绝对不能够用 臭热闹的形态 去看的 看热闹的形态 来参与的 这个救灵魂 救生命 是神圣的 是严肃的 是认真的 是真实的 所以主耶稣 不许别人跟他去 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 跟着他到那边的时候 38节 他一到那边 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 那边就乱张 并且有人大大的 哭泣哀号 这是我们世人 对死亡的 这种情形 这种写照 真实的一件 一个写照 当死亡来临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在那边 乱叫 哭泣 哀伤 只能够这样而已 这是我们世人 对生命 对死亡 无奈的表现 就是乱喊 乱叫 大声地喊 大声地叫 大声地哭 就是这样 这种表示 我们很痛苦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 无可奈何 我们能做的就是悲伤 就是苦 那死亡 真的这么可怕吗 真的没有办法 胜过死亡吗 所以主耶稣 39节 就安慰众人 特别是进到 埃鲁的家 对他们说 主耶稣是宣告 对他们宣告一件事情 主耶稣说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了 所以不要乱叫 也不要再哭 也不要再烂喊 因为他不是死 他是在睡觉 他在睡觉 你为什么这么吵呢 当然他们听不懂 耶稣这句话 所以是实节 他们就知笑耶稣 世人对死亡 无可奈何 但是当主耶稣宣布 他可以战胜死亡的时候 我们又不相信他 不相信没有关系 还要笑主耶稣 这是世人的可怜的地方 第一不信主 第二又要笑主 第三又不能够决解 生死的问题 那请问那你到底要怎样 耶稣宣布说我可以 但是你又不信 是实节 主耶稣就把这些人 念出去了 赶出去了 这些不信主的人 又在计较主的人 不配跟主耶稣在一起 他们不配看主 行这个护活的神迹 他们不配 严重讲来 他们不配得到这种 护活生命的见证 不配得到这种 护活生命的神迹 他们不配 被主耶稣赶出去 那就是没有希望的 关于这个护活生命 你已经没有希望的 除非你悔改 信主 四十一节 主耶稣只用一句话 大利大苦米 就让死人护活 这个是亚兰语 古时候的亚兰语 不是西伯来语 西伯来语是通常 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读古剑的时候 才用的 当时他们的亚兰语 就是在生活上用的 普通语言 大家都共同的语言来的 那意思就是说 归你啊 我吩咐你起来啊 做么大的神迹 主耶稣只用一句话而已 这次让我们看到 主的话带着能力 带着权柄 所以主耶稣不需要 讲很多的 一句话 一句话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主耶稣 讲多少次呢 所以很好笑 有人家说 洗脚里不重要啊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只讲一句啊 讲一次而已 只记在一次而已啊 那你要主耶稣说 讲很多次你才相信 才相信吗 要很多次才是真的吗 讲一次不是真的吗 这个就是权柄啊 权柄不需要讲很多次了 一次就够了 他说有就有 他命令就令 他说要有光 那光就出来了 就有光了 他就 归你你起来 那死人就起来了 连死了的人 听见主的话 都要起来 那今天活着的人 听见主的话 却不理他呀 也不信他 不理他呀 那么他们看到 这个女孩 孩子复活了 就大大的惊奇 那从这神迹中 让我们认识 主耶稣就是生命的主 他胜过死亡 有谁能胜过死亡呢 在这个世上 主耶稣呢 而且他不是 行了一次 行了好多次 死而互活的神迹 请读43节 这里说 耶稣确确确地 束缚他们 不要叫人知道这事 然后呢 又吩咐人 给他东西吃 当大家都在 当大家都在 惊讶的时候 在高兴的时候 他们忘记了一件事 这个孩子 需要吃东西 因为她一定是 生病了很久 已经多久没有吃东西 肚子空空 没有力气的 没有营养 一个活动的人 活的人 他需要养分 需要这种力量的 需要吃东西的 所以主耶稣很细心 他行了大神迹 可是他很细心地 在注意小节 大家都在喜乐中 忘了小女孩 最需要的 现在 她互活了 她最需要是什么 从死里 故活的人 活了的人 他需要吃 他最需要的就是吃 吃什么呢 今天你跟我都是 曾经死了的人 你跟我都是 互活的人 互活了的人 互活的人 主耶稣说 给他吃 吩咐他吃东西 我们灵魂生命 需要吃什么 我们都应该懂吧 那主耶稣叫他吃呢 也证明他是活生生 真的互活的人 不是一种假象的平安 假象的互活 不是 等一下不久 又躺下去了 那个是假象的神迹 假象的互活 他是能吃 能走 能瘦 完完全全 正常的活人 来的 主耶稣叫他 吩咐他吃东西 我们提出这三个重点 那这个是个大神迹 为什么主耶稣 吩咐不要叫人家吃到呢 时间关系 我们很快地 来讲解一下 第一 主耶稣很谦卑 很低调地 在工作 很谦卑 很低调 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 请看马太福音书12章 18到19节 看啊我的仆人 我所检险 所亲爱的 我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 赐给他 他必将宫里传给外邦 19节 请注意 19节 他不增进 他不宣让 在街上 也没有人听见 他的声音 看到吗 他行这么大的神迹 但是 他确实 这么地 低调 这么地 安静 在一点 没有人听见 他的声音 因为他太低调了 太安静了 所以主耶稣叫人家 不要去 传 那是他保持 他那种低调 安静 谦卑的 那种 工作态度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 我们到处去传扬的时候 会阻碍主耶稣的行程 阻碍主耶稣的计划 阻碍主耶稣的工作 这是圣经说的 请看马可福音书一章 45节 那人出气 导说许多的话 把这个事情传开了 那结果怎么样 结果叫耶稣以后 不得再明明的进程 主耶稣只好在外边 在旷野的地方 没有错 主耶稣行的神迹 当然要去传 要去荣耀神 那是当然 但是有时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背景的关系 因为当时的环境关系 主耶稣说不要了 因为他会阻碍耶稣的计划 阻碍耶稣更多的工作 你不知道这种阻挡 但是主耶稣知道 所以主耶稣吩咐说 安静就好 那第三种情形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要去传扬呢 因为主耶稣为了要保护你 你去传可能有人要杀你 要害你 这个是圣经讲的呀 请看亚福音书十二章 那个是九节跟十节 请念一下 到十一节 这里说 拉撒路复活是个大神迹嘛 许多人要来看拉撒路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第十节说 祭司长商议商量 连拉撒路都要杀掉 他们不单只要杀耶稣 他们还要把那个见证人 那个拉撒路杀掉 为什么呢 十一节说 因为有好些犹太人 因为拉撒路的这个户 活的见证 他们跑去信耶稣啦 他们回去信耶稣啦 简单说 当主耶稣叫我们 不要去传的时候 因为有危险 主耶稣在保护我们 当然有时我们又看到 主耶稣说 你要把我所向你做的 何等大的事 你要到处 你要去告诉他们 耶稣也会叫我们去传扬的 那个哥拉撒路的 那个好起来的人 就是这样哦 耶稣吩咐他你去传 所以是要看情形的啦 好 我再解释 为什么主耶稣说 你不要告诉人 不然你会想很多 想得太多了 不然 好 我们做一个结论 主耶稣行了一连串的神迹 叫做四个超越的神迹 第一个平静风和海的神迹 那是超越自然界 第二个是战胜群魔群鬼的神迹 那是超越阴间前柄的神迹 第三个是治好十二年血肉的 那叫做超越时间的神迹 第四个是 这个埃鲁的女儿护活 那是超越死亡的神迹 我们从这些神迹中 更神的去认识 独一的真神 全能的真神 原来就是我们所敬拜的 主耶稣基督 祂就是全能的 独一的荣耀的真神 祂就是我们人类的救主 这四个神迹都连在一起 连串在一起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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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